一說起這件事 我就想起一個TV的導演 他說過有一對TV的舞蹈員 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他們兩個一男一女是情侶 熱戀期就很開心 在西貢租了一間村屋 是否跟著燒炭死的 沒有 你那一宗是燒炭死的 我講完你講你燒炭死的 你知道了 上TVB的舞蹈員 雖然他們兩個舞蹈員 但不是一起上班 男的就是駕駛電單車上班 很好 有時女的沒有上班就在家等男的 有一天 女的就收到舞蹈員朋友給他電話 就說 你最近沒有工作 但你也要小心給男朋友 他最近經常上班 都帶女的回來 和女的一起上班 但女的好沙面口 沒人知道是誰 總之你小心留意一下他 女的女朋友聽到之後 他就想了很久 不是 他仍然對我很好 他上班下班都很準時 我又不覺得他有什麼異樣 他就選擇相信他男朋友 好 如是者一天就這樣過 有一天 他男朋友又是上班 其實他在家 電單車就排在他家門口附近 他就在窗上 撞他男朋友上車 然後突然間見到有個女的坐在他男朋友的車尾 他也見到 他也見到 於是他就跑出去 他跑出去之際 他男朋友好像見不到他跑出去 然後他男朋友已經戴了頭盔 打開車 女的坐在車尾 那女的坐在車尾在女朋友的耳邊說話 你不要追上來 這個男人今晚就是我的了 那麼害怕 當時可能他不斷打給男朋友 男朋友沒有接電話 但是在家裡死等難等 當他等到黃昏的時候 然後他電話響 在一個交通警方打來 說他男朋友的交通意外死了 這件事在TVB串得很厲害 這個故事 嗯 那麼你那個呢 燒坦的是什麼樣子 沒有啊 兩個人自殺 也是舞蹈員嗎 是啊 無緣無故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可能有其他問題 是啊 我以為你說這件事 不是啊 這個是男生走坐 就是女生還在 嗯 很慘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時候的人 其實是真的 坐在車上 自己開車真的要很小心 你是 但是我的車子就放了很多食物在這裡 嗯 那有些可能是開了光啊 旗的福啊 最重要是安全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是自己開車都要小心 你小心之餘 其實你也要看著周邊的人 嗯 會的 會的 但是有時候 就是好像有時候 老友記上了我的車 坐順風車 我又阻礙不到的 還有他們是八卦的 是喜歡去探索世界的周圍 就是可能他們某些原因 他去不了一些位置 那可能他借著我的車 我的車的道路 那就帶了他去另一些地方 我不理解為什麼他們要上我的車 不過他們 他們上了我又不會阻礙他們 是啊 久不久都見的 我又不以為然 還有他們 他們上車 到時到後我看不見他們 就是他們下了車 我又不是很害怕 反而有些是想 有時晚上截的士 才有人害怕 明明看到那輛車 是未落標的 但是我不斷進入司機 他們看不到我 你有問題而已 為什麼人家看不到你 但是我看到那輛車 有人坐在那裡 你明白嗎 哦 即是他的車還未落標 那我就截車 但是司機不知為何 就看不到我截他的車 但是他的車經過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的車後面 就坐著 總之坐著 我不知道是人還是什麼 哦 我就想起了 我朋友有一次在旺角 上的士 是 那看到那輛車 就 他看到那輛車在那裡 那他就開車門 嗯 那他開車門之後 他後面 他男朋友就叫著他 嗯 那輛車有人的 你做什麼啊 這樣說 是 然後我說 哪有人 什麼人都沒有 是 那你敢不敢坐 開了車 是真的沒有人 你敢敢坐 但是 他男朋友說 有個女生 拿著Hello Kitty袋 你看不到嗎 這樣 我很怕Hello Kitty 但是他跟我說 他真的什麼都看不到 嗯 我相信的 是 鬼有眼 我想覺得是 不是覺得是 一定是 鬼有眼是真的很厲害的 你真的看不到就看不到 很邪的 還有 你知不知道在TVB拍攝呢 嗯 我聽過有個導演 拍完整場戲 回去看片 是沒有了一條片 蛤 再拍過 不敢出聲 你記住他們每次拍一次 是一個製作的預算 那沒辦法的 通常他們的說法就是 補拍 嗯 補拍 有些鏡頭差一點 要補拍 那再出多次通告 那通常演員就很合作 就是不會問的 總之你叫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個是經常發生 還有呢 我們以前 一些前輩教育 如果進去TVB 如果進去錄影廠 不要學頭髮 因為燈槽經常掛了一些東西 對呀 哈哈哈哈 我小時候不懂 經常按摩摩摩 你看得到嗎 看得到的 真的有 我記得有一次 他們還說要坐在那邊踢腳的 真的有踢腳的 不是假的 我有一次去TVB做過節目 也是說靈異事件 那個什麼級 兄弟幫 對呀 這樣呢 又是說一些靈異事件 其實一進去我已經知道 即是有 那個廠我也進去過 是嗎 我也上兄弟幫 是啊 一定有兩個 在裡面 一定有兩個 一定有兩個 為什麼我說一定 因為 之後我也去過 都是看到有兩個 在那裡 在那裡留守 那當時呢 我很記得一個主持人問我 喂 這裡有沒有 其實我很想知道 有的 但我免得回答他 嚇倒他 TVB其實是很多 但他們自己 不願意去面對 但他們定時定下都會擺神 是啊 那我就想起 最近呢 嘉賢媽媽不是開演唱會嗎 是 你跟嘉賢媽媽熟不熟嗎 熟 但我沒有去看 你沒有去看 你知不知道 嘉賢媽媽 在她年輕的時候 都遇到一些奇怪的事 你有沒有聽過 不是年輕 那時候她那個前夫走了 老之後 他們一家幾口 有住在那個單位 有一件厲害的事 招呼她 但是 講得明那個單位 是 河東之前住過的風水屋 風水屋 就是風水屋 風水屋 風水屋 都可以有老友的在那裡住 你記不記得那個故事怎樣 不如一起說 我又記得一點 你又記得一點 嘉賢姐 因為她早出晚季 她每次回到家都很累 但是呢 她 她經常都感覺到 她睡著睡著的時候 有個男人 我不知道她穿西裝還是什麼 就會去到她的床頭 坐在床上 所以她完全感受到 那張床是突然被人壓低了 那張床是新搬進去的 搬進去不久一個星期 但是她當時說 她情緒很低落 她老公不見了幾年 其實她老公是不是死了 她老公不是死了 她老公不是死了 是走了老的 走了老的 扔下了她們一家幾口 嘉賢姐當時是很艱難 很徬徨地生活的 因為她當時最差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做真情 是真的 我看到她很淒涼 真的很淒涼 一天跑幾十場 就是為了賺錢 養她那三個小孩 你知不知道她想過跳樓自殺 我知道 她有說 因為她最差的時候 我剛好那一陣子都在她身邊 因為我當時做了一個雜誌社 很喜歡找她做訪問 直到她做了真情好姨之後 當時她接好姨 原本她不是做好姨的角色 她做誰 媽打 她做善姨的角色 但不知道為何神推鬼翁 她做了好姨的角色 做好姨就做善姨 那時候誰能說出來 但就是神推鬼翁 她跟詩琪姐轉了角色 她就發到豬頭感 因為她那個好姨的角色 很友善 又有鎖勁 又有鎖瓜 又有鎖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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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越做越旺 其實像她的性格 其實我呢 因為當時 你知不知道 有些事情你真是不相信 那時候家燕姐說過 有個風水佬 就說過她 老公 走了 她黑仔 你想想她 她會灰到自己要自殺 但有風水佬就跟她說 她那時候才是好運開始 她是不相信的 完全不相信 但你真的計算一下 家燕姐紅了幾年 快要30年了 你怎麼想到一個藝人 在這麼兜貓的時候 可以一紅紅 再重新來過 重新洗牌 紅足30年 有誰可以 家燕姐可以 還有一個頂爺 頂爺也是 當時我跟她做訪問 她也黑了很多年了 沒錯 頂爺跟我說 她也是一個風水佬 跟她看照明盤 就說她 晚年才來行運 要70歲 頂爺還在那裡笑 不知道有沒有這麼長命 其實真的沒有人相信 就看著頂爺 真的70歲 走運 她走到90歲 走美運也好 走美運 我看到頂爺現在都順順利 開開心心 有錢給兒孫 自己也有幸福 那就好 頂爺是很享受現在的生活 本來這些 這些應該是她年輕的時候 她已經要有的 但因為她的命是這樣的 就沒有辦法 她就一直平平淡淡地過了她人生的60年 到65至67年 她就真的轉運了 嘩 我有時看到頂爺 現在她風生水起 我替她高興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風水佬明相師說的 是真的 你怎麼想到 頂爺自己也在這裡說 我哪有這麼多長命 但你就是看到她 每樣都好 是不是很開心 這個世界 不要說不順邪 是呀 頂爺自己也說 我年輕的時候 玩獎玩車 什麼揮霍的東西 她都玩暈了 她還在這裡說自己 現在是節套 但是真的到70歲的時候 你就看著她 直升機這樣 上去 挺好 有時有些藝人 你見她可能很霉 很兜 但是我只能這樣說 做得藝人的 你的運已經很好 你才能去到那個位置 就算你多壞運也好 其實也不太壞 當時來的時候 你就運到 一個家燕姐是這樣 一個頂爺這樣 不是好事 其實家燕姐 就晚說她家屋 以前她租的那間 那間是半山的 是的 然後她說 西半山 我知道哪裡 她自殺 自殺 自殺 不死 因為那件事 阻礙她 不讓她死 是的 其實那件事 那件事是幫助她的 但是她又怕到 在晚上走路 什麼都不拿 是的 因為她有一晚睡覺 做夢 她就看到 那件事 穿著西裝 是的 她說那個男人 她知道那個男人很愛她 是的 很好笑 她說那個男人 像江湖大哥 她看到她戴著奴歷士 穿著西裝 很霸氣 坐在她的房間桌上 當時嘉燕姐做了什麼呢 就撿東西走 然後那個男人 的樣子很熟的看著她 不想她走 我記得她不讓她走 然後她就問 她說 你在做什麼 我撿東西走 我不住在這裡 那男人說 蛤 你走了 然後嘉燕姐突然醒一醒 就想 喂 關你什麼事 嘉燕姐知道她在這裡 她說你是誰 她也知道她在這裡 是的 她說 我叫陸成 這樣 有名有姓 姓陸叫阿成 我叫陸成 然後她就說 其實你可不可以不走 跟嘉燕姐說 嘉燕姐醒了之後 還很清醒 記得她夢裡 見過什麼 然後她就馬上很害怕 就找她爸爸 不動聲色地走 家具也不收拾 衣服也不收拾 對 她找她爸爸 她爸爸就說 其實你家庭不是有鬼 嘉燕姐說 她家庭是有鬼 我回答你 真的嗎? 她家庭是有鬼 就是阿六成嗎? 我不知道是否有六成 你知不知道她去填土 去檢查之前的業主 真的有六成 有一個姓陸的男人 哦 胡酒道 之前的